今天主要多謝敬拜小組帶給我們這麼美好的詩歌 在進入這個禮拜就是我們所謂紀念耶穌基督 他受難受苦這一段時間 在教會的傳統裏面今天就稱為中壘節 中壘節就紀念耶穌基督當時他是騎著雷進入耶路撒冷 他按照撒加利亞先知的語言來說 他是溫溫和和 謙謙和和的 不是用武力來征服人 是騎著一頭的雷仔來到耶路撒冷 然後被釘在十字架上 現在世人好像是追求一種的君王一個霸主 很威武 好像亞歷山大騎著一隻白馬 東征西戰 將當時的世界征服 或者好像成吉思汗在他的鐵騎 一直向西來埋進 用武力用暴力來征服人 但是耶穌基督來 他在仇恨中間將他的愛 將他的生命來寫去 使到人能夠與神來復活 在福音書的記載裡面 講到黑暗、講到夜間 是有一個特別的含意 他在這個語言福音裡面 當時他記載耶穌基督在最後一個禮拜 特別是一個樓上面 就是一般稱為馬可的樓上面 他媽媽馬尼亞所擁有的這個大樓上面 看門徒洗了腳 然後安設了這個聖餐 接著就是基督他們唱完詩 然後當時就是已經是夜間 黑夜來臨出賣耶穌的這個優待 已經出去了 去辦他的事 接著耶穌帶著其他的三國門堂 就經過了這個吸輪溪 就去到橄欖山 在那邊在赫西馬里 經過了這個 鑑欖山去到赫西馬里園 就在那裡祈禱 祈禱的時候 冰釘就來了 將他捉拿 當使徒約翰他記載說 這個時候是夜間 他不是說這個日落西山 現在是黑夜來臨這麼簡單 一個自然的現象 他所說的就是黑暗的一個權勢 這種黑暗的權勢 已經逐漸的掌權 這個黑暗的權勢 自從人類犯了罪之後 就在人的內心裡來控制人 受到人裡 產生出的自私 產生出的疾度 產生出的那種的 仇殺 曾經 從一個家庭 如是 夫妻 從一個 對我們的子女 如是 對我們的鄰居 對我們的社會 社區 民攻打民 國 攻打國 這種現象 就是成為了 我們今天 經常所體會 當馬可福音記載 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他講述到 耶穌基督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 在最後這一段的場景裡 他描述 他說 當時 遍地 已經黑暗 他說 你看一看 你留心地看一看 從五正到這個新初 整整有五個小時的時間 而當時 突然之間 在烈日當空的時候 假定是 差不多現在 三點幾個時候 烈日當空的時候 突然之間 一個的 自然的 現象 一個日蝕也好 或者什麼的 現象 當時 就出現了 天地都是黑暗 這個的黑暗 不只是一個 自然的一個現象 你說他是日蝕也好 你說什麼都好 而是講到一個 熟靈的一個現象 這種罪惡的勢力 已經是蔓延 進入了一個 最高峰的時候 竟然將 神的兒子 現在在這個十字架上 面對他的生命 最後一刻的時候 當時 耶穌基督 他發出一個 死亡的呼喊 他這個死亡的呼喊 裡面是引用著 詩篇二十二篇 大衛所寫的詩 大衛在被聖靈感動的時候 就是發出這個 預言性的一種 表達 他說 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 離棄我 當耶穌基督 在這個十字架上 他發出這一句 說話的時候 你想像一下 這個不是一般的 我們人所說 一個人快要斷氣 那個說話 也說出一件很重要的 一個真理 這三位一體的真神 父和子 在永恆的過去裡 從來沒有一段的時刻 是分離的 竟然現在在這個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神的兒子 和這位父神 他要隔絕了 父神掩念的 不看他 他說 我的神 我的神 在這個時刻 為什麼 要離棄我呢 他是承擔著一個很大的重擔 這個重擔 是要將全世界的人 那些罪 來承擔在他的身上 擔當著我們眾人的罪 那時候 是夜間 黑暗遍滿大地 黑暗遍滿大地 你現在看看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看新聞的時候 很多時候 那些新聞都是一種的惡運 一種的不好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 來到是遍地都有 一個媽媽 怎麼把他的子女來殺 一個家庭裏面的慘劇 一個社會裏面罪惡的蔓延 在這個罪惡裏面 那種的殘忍 在這個戰爭裏面 那種的殘酷等等的事情 出現在我們面前 在這裏他提到有一件事 他説耶穌基督發出這個死亡的呼喊 是代表著一個很深奧的道理 這個深奧的道理 C.S. Lewis在Narnia 這個七本的 你說是一個小說也好 你說是一個語言性的故事也好 來表達出來 特別在第一個故事裏面 他提到這個獅子王 萬獸之王的Aslan 他是管理著全地 但裏面有一個人 這個人進入了Narnia之後 其實是幾個小老哥 但是因為這個小老哥Edmond 他因為貪吃一些東西 貪吃土耳其的一些糖果 Turkish Delight 於是被這個女巫控制住他 這個女巫來將他捆綁住 還要殺害他 甚至從人類而出的後代 都要來殺害 怎樣能夠把這個人 Edmond這個獸哥救出來呢 Aslan這個獅子王 他不願意Edmond來這樣喪失 但是按照這個Narnia的規矩 一個人犯罪落在女巫的手中 是沒有救的 這個女巫有權來控制他的靈魂 除非另外有一個沒有罪的人 一個異人 他甘心情願地代替這個有罪的人 來接受這個刑罰 這樣這個無辜的那個人 才可以得到赦免 在這個Narnia裏面 沒有人願意 除了Aslan這個獅子的王 在C.S. Lewis的故事裏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個Narnia 有誰看過這個電影或者這幾本書 如果你沒有的話 希望你開始看一下C.S. Lewis的書 或者你開始先看這一套的電影 非常吸引 非常吸引 當時他講到這個Aslan 他怎麼甘心情願地 將自己被送到女巫的那個手中 當時這個女巫和那些小鬼 將他捉了之後 將他拿了獅子 一個這麼威猛的獅子 將他的毛剃光了 很大的羞辱 剃光了他的毛 然後在一塊的大石上面 如果你有去過英國、愛爾蘭或者歐洲 你知道那裡有很多的大石 平台的一些大石 他用這個背景來講 當時這個女巫和一幫妖怪 就將他Aslan 放在這塊大石上面 將他全身的毛剃光 很大的羞辱 然後在指定的時間 就拿了一把利人 當時的妖怪 在那裡跳舞 再歌再舞的時候 一刀插入他心裡 將他的命拿出來 以為黑暗的權勢 就可以得情了 當時所有的鬼怪 在那裡跳舞 慶祝歡呼 認為黑暗的權勢就可以掌權了 就不再需要給這個Aslan 給獅子王來管理他們 這個故事 Analia裡面 當然是按照聖經 所引申出來的一個語言的故事 原來當人犯罪的時候 在神的恩典裡 他為人預備了一個方法 在創作紀第3章第15節 就說到耶和神當時 對女人 和當時引誘女人的蛇 說了這一番的說話 他說 我要叫你對那個蛇 聽到說 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彼此為仇 然後呢 你要傷女人後裔的腳跟 傷她的腳跟 女人的後裔呢 要傷你的頭 這個呢 我們一般稱為 第一個的福音 也都是呢 Cessler Lewis說 這個深奧的奧臂 這個深奧的奧臂呢 就說到看起來 這個女人而出的後裔呢 被蛇傷了她的腳跟 砸她的腳 她站不穩了 被打倒了 當被打倒的時候呢 卻是把蛇的頭呢 她的勢力呢 來當是傷柔 這個的 這件的線呢 是一個 撒旦知道的 如果你是撒旦 當然你不是啦 如果你是他的話 你都會做這件事的 既然呢 我知道 將來有一天 女人而出的這個後裔 這個兒子呢 或者這個種呢 會傷害我 會將我的勢力來剷除 我要做的是什麼呢 當然呢 將她的女人而出的後裔 來剷除啦 或者是將她這個民族剷除啦 於是呢 在人類的歷史裡面 聖經的記載呢 在第三章第十五節 創作記 就提到這件事 接著到第六章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件的事情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大洪水 來毀滅這個全地 當時呢 人的罪已經騙滿全地了 那究竟人有什麼罪要令到呢 要說神要用洪水來毀滅全地呢 有不同的人解釋這段的經文 就說神的兒子和人的女子交陷 究竟神的兒子是什麼呢 第一種的解釋就是 是一些愛主的敬虔的人 還有人的女子就是不愛主不敬虔的不信的 他們的罪是什麼呢 就是信和不信的結合 那你想一下 如果是信和不信的經典和不經典的結合 為什麼會帶來一個全球性的這個大洪水的災呢 但是現在我們有沒有信和不信的人結婚呢 一樣有啊 會不會說結婚那間屋子就漏水啊 就漏水啊 不是這樣的嘛 水浸啊不是這樣 這個罪呢 是嚴重到呢 要將當時的人類呢 要剷除 所以第一個解釋呢 就不是很多人接受 比利克林以前曾經都接受過這樣解釋的 後來他自己都改變了 因為那個審判 洪水的審判太大了 而這個罪 信和不信的結合不構成這個洪水的災 這算是有第二種的解釋 和合本的解釋呢 就是第二種的解釋 他就用軍王 古代的軍王 就是一個解釋 神的兒子就是古代軍王的 那些貴咒 那些統治者的階層 然後呢 人的女子呢 就是那些平民百姓 或者是這一幫的女子 罪是什麼呢 就是多妻多妾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就是多妻多妾的話 自古的帝王多風流的 個個風流三七六尺的 是不是 你想想中國那些 你不要說中國的 聖經裡面 大衛 所羅門都是如此的 如果是這樣的罪的話 為什麼要用一個大洪水毀滅世人呢 而他們的後裔又是什麼呢 和合本的翻譯呢 就說 上古英武的人 就是他們的後裔 上古英武的人 就用這一種解釋 但是因為那個審判太嚴重了 所以這種解釋呢 也都是很難完全的接受 然後呢 有第三個解釋 都是我所相信的 第三個解釋呢 就講到神的兒子 這個用詞很特別的 在上世紀第六章出現過 跟著呢 就在約百記第一第二章出現過 就形容呢 這一班的天使 當上呢 就是 這班天使聚集在耶華面前 而撒旦呢 都是在那裡 來控告撒旦 所以呢 神的宗旨 就講到天使 在靈界裡面的事情 原來在靈界裡面呢 有兩類的 被造的 一類呢 就是好的天使 是神的差形 另一類呢 就是犯罪了的天使 為首呢 就是魔鬼 撒旦 這一大班的黑暗的勢力 和神也是敵對的 好了 當時 神的兒子就是這班邪靈 這班犯罪了的 有一部分的 這班這樣的 聚落的天使 和人的女子交合 你說過程怎麼樣呢 我們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靈界的和人的肉身界 怎麼可以結合呢 他用什麼手段來做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你要發現呢 很多古代的傳說 都是說一個人神龍附身 比如呢 即使是漢高祖 劉邦都是這樣說 什麼神龍附身 然後呢 就是生一個 生出來的一個龍子 有這一種這樣的說法 如果是真的這樣理解的話 他們出來的後裔是什麼呢 就是 一半神明 半人 這一種的怪物 聖經的用詞呢 叫做 勒佛林 勒佛林 這個字呢 後來呢 就形容了 在加南地那些巨人啊 怪獸啊 六個手指的人啊 巨大的人啊 那罪是什麼呢 就是他把人種來變種 等於現在那個 遺傳基因 基因工程 來把人種改造的話 如果一旦改造了人種的 那些不就是人的 不就是純種的人的話 那結果呢 他蔓延在地上呢 神那個計劃呢 就會受到破壞 受到損害 如果你有看電影的話呢 這個劉亞這一套的電影呢 他也有提到過勒佛林 也用了一個怪物來形容 他是用這一種的解釋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那個洪水的災呢 就是有這個的 這個意義在裡面 就將當時人已經 全部的人已經離開了神 背叛了神 除了羅雅和他三個兒子 媳婦之外 結果呢 就全部被 來到洪水所毀滅 那撒旦呢 就在中間來到 是要破壞神的工作 怪不得呢 在神經裡面 在新約呢 有提到 有一些的天使呢 離開了他們的本位 現在呢 被捆綁在這個 毛底坑 等候每日的大審判 你說為什麼 有一些的邪靈呢 會這樣被捆鎖 有很多的邪靈 現在呢 就到處遊行呢 那當然他們做了一些的事情 犯了一些的罪 以至於 現在他們被捆綁在 毛底坑那裡 什麼的罪呢 一般的解釋呢 就是 喪世紀大陸章 當時呢 所犯的 一些的事情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當時 撒旦 他深知到 女人的後裔 特別有一個兒子 或者有一個民族 一個種族 他會破壞 撒旦那個勢力 於是呢 他就用盡方法 他知道呢 這個民族 從阿不拉罕而來的民族 將來呢 一個女子 產生出來的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呢 就會來到 打敗他的勢力 於是呢 他就用盡方法 把這個民族破壞 在歷史發展的裏面 摩西的時候 進行一個民族清洗 凡是男的 都是一出生的時候 殺他 女的保留 這種民族清洗的過程呢 到了這個以西鐵書的時候呢 同樣一樣的 透過一些種族之間的仇恨 將他整個民族剷除 到了近代 你想想 這個猶太民族 很特殊的一個猶太民族 神的選民 竟然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因著一個人 他受了一種哲學的影響 這個希特拉 受這個尼采的哲學影響 就說日以萬民族呢 是人種中間最優秀的 人種有很多等級的 最劣等的呢 是什麼人呢 猶太人 猶太人 猶太人最劣等的 沒有生存的 這個 機會 遇上了 他進行這個歷史上面 一個真正的民族清洗 民族剷除的 這個 實驗 就在波蘭 建了六個 死亡營 我去過兩個 當你一踏進去的時候 那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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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酷那種的冰冷 毛骨悚然 北極然呢 你的那些毛孔呢 全部豎起的 因為這個歷史不就是 這個書本的統計數字 而是一個 真是活生生的人 竟然呢 就是一批一批 用火車送到那些死亡營那裡 叫他們 先是清潔衛生 沖了糧 脫掉衣服 去到一個地方 上面呢 就是有些花灑 以為下來呢 就是這些水沖了糧 怎麼知道下來的 是獨棋 是瓦斯 就是這樣 奧斯佛斯這個 死亡營裡面 超過一百萬猶太人被殺 八十多萬的人 來被殺 等等 哎呀 這個是人類的一個慘劇 就是因為這個民族會出一個 一個的人 一個的義子 這個義子呢 就會把撒旦的權勢 黑暗的權勢 將它剷除 撒旦呢 用不為義力的 來是將這個 的猶太民族 來剷除 好了 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滿足的時候 透過同精女馬利亞 就是我們讀的這個 《書楼信經》裡面 所提到的 所出來的耶穌基督 他就要承擔著全人類的罪 要接受這個刑罰 撒旦知道 創世紀三章十五節裡面 所講的 但他不知道 所有的內容 他認為呢 如果將這個女人的後裔 將他剷除去的話 這個是神的計劃 完全就會打破 於是呢 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刻 他用盡他一切的力量 來將這個神 他所預備的 女人的後裔 將他剷除 所以約翰形容 當時呢 由大出去賣耶穌的時候 這個時候 夜間已經到了 而當耶穌基督 他被釘在這個十字架上 他發出這個死亡呼喊的時候呢 馬可就提到說 從五正一路到新初 當時遍地都黑暗 出現了這個景象 全地突然之間 在列入中空的時候 變成一片七黑 身手不見五指 以為這個黑暗的權勢 就是這樣來掌權 光明就這樣來生滅 是不是呢 原來神竟然是用這一種的方法 甚至呢 撒旦都不可以測得透的方法 來拯救這個人類 當人類進入這個最黑暗的時候 就正是呢 神祂的救贖的光輝來臨的時候 所以保羅他思想這個救恩的時候 在諾馬書 在一路說恩信清義 跟著呢 就說到 猶太人愛幫人神的子民的時候 去到11章的時候 羅馬書11章 他就說 心在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他的判斷何其難測 他的終跡何其難尋 誰知道主的心 誰做過他的謀事呢 C.S.S. Lewis當他寫這個Narnia的時候 當這個獅子王阿斯蘭被剃光了毛 綁在這塊大石頭上 這個所有的妖怪 在那裡來跳舞輕鵝 這個女王拿著這把刀 一手插進去 他的心的時候 以為呢 就是這樣 他可以打到這個神的勢力 黑暗就因此來掌權 但是 誰不知神的心意 就是藉著死來敗壞掌死權的 在這段經文如果你留意看的話 從三十三節一路讀到我們剛才說 去這個四十一節裡面 這個漢字呢 出現過好幾次 經常有出現的 當三十四節那裡 他提到耶穌的呼喊之後 三十五節旁邊的人 就說漢阿 他叫以利亞利 然後呢 這個 跟著就說 看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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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不來 又是同樣一個看字 那三十七節呢 耶穌呼喊氣斷了 然後呢 當時呢 有個萬子從上到下 離開 跟著呢 就那個伯夫長 看見 同樣一個字 看見耶穌 這樣斷氣呢 就說他是神的兒子 跟著呢 又提到呢 有些婦女遠地的 觀看 同樣一個字 然後呢 又提到呢 就是 這班的婦女呢 在那裡灌寒 我們要看 要看什麼呢 不然就是看到遍地黑暗 不然只看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看到一些令人的心 好悶的這些新聞 我們所看到的 是黑暗的後面是有光明 是這個深夜來到了 也都是這個黎明張志 這個時間 我們要看 看什麼呢 就看神祂奇妙的作為 當時呢 馬可記載是什麼呢 他說呢 單止有這個日食 單止天黑了 而且呢 在聖殿的裡面 有一道的萬子 從上到下 裂開了 你知道呢 聖殿 它那個設計 一般的猶太人呢 它只能在這個外院那裡 將一些祭物啊 牛羊啊 甲子啊 帶過來 交給利美人 利美人宰殺 然後呢 就帶進去 帶進去內院那裡 就有個祭壇在祭壇上面獻祭 然後呢 祭師呢 就帶這個 羔羊的血呢 可以進到聖所 聖所呢 分兩層的 外面那層呢 叫聖所 跟著呢 有個萬子 然後呢 才有個至聖所 在聖所裡面呢 有三個不同的器皿的 家具的 一個呢 就是金燈台 當所羅門的聖遍呢 有十座的金燈台 照明的 然後有個金香壇 有些陳切台 陳切台呢 祭師在那邊 侍奉的時候呢 他們需要食物呢 就是陳切餅 就是他們的食物 這三個的家具 跟著呢 有個萬子 就隔開的 萬子呢 就不是一般祭師可以進的 你想想 外邦 這些外邦人根本不可以來的 就有太人呢 只可以在外院 尼美人呢 入到外院 入到內院裡面 祭師呢 可以入到聖所 但只有呢 大祭師 就是阿倫等次的大祭師的後代呢 一年一次 就在负罪日那天呢 才可以入到這個知性所 如果你有些猶太朋友的話呢 到了每年我們仰歷呢 大概九月那樣的時候呢 就是所謂Yom Kippur Yom就是那日的意思 那個日 Kippur呢 就是我們英文的cover 這個字 引申出來的 Kippur就是遮蓋的意思 就是遮蓋日 即是說呢 那個羔羊的血 是遮蓋以色列人的罪 當時大祭師 每年只是一次 在Yom Kippur那天 將羔羊的血 就用了器命裝著 就去到聖所 穿過這個萬子 然後入到智聖所那裡 智聖所裡面呢 就有個約櫃 約櫃裡面有十戒 有阿倫的像 在上面就有基路柏 構成一個寶座 這個寶座 就是有神的榮光在那邊 來彰顯出來 而每一年 大祭師 就要帶著高羊的血 進入聖所 經過萬子 然後呢 進入智聖所 就在詩恩座的前面 將羊羔的血 彈在上面 遮蓋他的罪 遮蓋以色列人的罪 做完之後呢 第二年又要來做 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呢 就用這件事來講到 耶穌基督 他一次將自己獻上 就作成了永遠的贖罪 然後呢 當時這個萬子 將聖所和智聖所 左隔的分開的萬子 竟然在耶穌基督 當他發出這個死亡的呼喊的時候 就從上到下 裂開成為了兩半 這個意義很深長 在猶太人一年之後 一次的機會 進入智聖所 做一些特權的 這一班的神職的人員 大祭師 不是普通的祭師 是大祭師 阿倫的等次 那班的祭師才可以進入 現在竟然呢 從上到下裂開 所以呢 希伯來書的作者呢 在第二章裡面呢 就講到說 為我們開了這一條 又生 在第十章裡面說 又生又活的路 從萬子經過 就是他的身體 藉著耶穌基督被撕裂的這個身體 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神面前 不再需要害怕 不再需要被咒作 被審判 有這個意思 當時聖經就記載 耶穌基督大聲的在那裡喊叫 然後氣就斷了 馬可就沒有記載最後他講 他叫的是什麼說話 在其他福音書裡面呢 就有記載了 他講了最後一個字之後呢 就斷了氣了 他這個字呢 中文聖經翻譯成為了兩個 成了 成了 他阿蘭文或者喜伯來文 都是一個字而已 而成了什麼叫成了呢 就是說呢 他現在那個救恩 他快要斷氣了 這個救恩 他一斷氣就完成了 他承擔了人的罪 擔當了眾人的罪 而他表達這個 當福音書的作者記載的時候 表達的時候呢 成了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時態 就說這個救恩的果效呢 可以延伸下去 延伸到全世界所有信靠他的人 延伸到世世代代的人 一直直到永遠有這個果效 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希伯來文的一個形態來講 成了 成了 他今天 你和我 就因為耶穌基督在二千年前所擺上犧牲的 他的果效呢 同樣的 可以用在我們今天的身上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 耶穌基督 他必須成為一個的人 跟你與我一樣認同 有血肉之軀 所以 造成了肉身的真理 是一個很重要的真理 約翰福音 當他形容耶穌基督的時候 他用一個很高超的 高瞻軟觸的一個角度來看 他說 太初有道 在這個歷史還未開始之前 已經有這個道的存在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這個神 他與父是同在的 然後在歷史的裡面 他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有一個血肉之軀 希伯來文第二章就形容 第二章又形容 這個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他怎樣形容呢 他說這個道成了肉身 他在第二章裡面說 兒女是有這個血肉之軀 他就是講耶穌基督 他就是成了血肉之軀 亦都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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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C.S. Lewis 他用這個語言的故事 來表達的時候 當那些獅子王 被這女巫 剃光了她的毛 綁在這塊大石上面 然後 他用一把刀 將她的心插下去 這群妖怪在那裡 慶祝歡呼 以為黑暗的權勢 以為邪惡的勢力 現在掌權三天之後 有一個大聲 大響聲 這一塊石頭 這一塊石頭 上面已經不見了這個獅子 而這塊石頭已經是斷開了 這個裂開了 就回應現在這個萬子的裂開 這一塊石頭已經裂開了 它不再被死亡群幫著 它已經在死亡中間復活 下星期就是我們來主日的時候 就紀念這個復活節 講這個復活的信息 他說我們要來看 這一位人所期望的 能夠是 使人脫離這個黑暗的權勢 引進一個光明的國度的 這一位女子的後裔 這個從女子而出的 這個兒子 這個是 保羅寫的時候 是說單數的一個兒子 就說到耶穌基督 他現在呢 已經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 他現在呢 已經是成了 完成了這個救贖 他現在呢 就可以成為了我們的救主 當時呢 就透過一班人 他所提出來 特別是一個外邦人 這個外邦人呢 是白夫長 這個外邦人呢 看到耶穌基督 整個的過程 他是一個白夫長 下面呢 有一百個士從 一百個羅馬兵 羅馬兵呢 他一個人呢 可以 敵黨呢 大概是五十個人 就是他們古代的紀錄 而一百個羅馬兵呢 至少呢 可以對付五千人 訓練有數 而這個是白夫長 當時他看到耶穌基督 他怎樣的被審 怎樣的被釘 講到日食怎樣的來到 他在十字架上 所發出的呼喊等等的時候 他心裏面 有一個感嘆 他心裏面呢 被聖靈的感動 他講出這一番說話 馬可怎樣記載呢 他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他是這一位 道成了肉身 住在人中間 滿有恩典的 滿有神的榮光的 這一位的神 有人可以這樣記載 他說這是一個榮光 而真是榮上加榮的榮光 如果你知道舊約的歷史的話 這句說話不是普通的一句簡單的說話 原來呢 在聖殿的裏面 就有提到 在這個至聖所裏面 有一個藥櫃 藥櫃上面 基督拍攏成一個寶座 寶座上面就有神的榮光 也說神的榮光 原名是Shakina glory 這個榮光就在那裡彰顯 所以自從摩西建了這個會幕 跟著所羅門建這個聖殿 榮光就在這個至聖所裡 但是呢 在他的歷史裡面 曾經聖殿被毀 他裡面的家具被遷移到巴比倫 但是當時的約櫃去了哪裡呢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約櫃是什麼時候失存 猶太人很多解經 就說是耶利米先知 將它收藏了 一路就失存 所以當後來他們回歸 七十年之後回歸的時候 將其他的器具帶回來 金燈台啊 金香壇啊 陳節台啊 等等都帶回來 但是沒有約櫃 約櫃一路是失存 當約翰他寫這個約翰方 這樣的時候 他說太初有道 然後道成了肉身 住在人的中間 充充滿滿有恩殿 然後說我們見過的 父獨生子的榮光 他所說的就是 這個榮光 已經不在以色列人中間 當這個聖殿被摧毀之前 以色列才看到這個榮光 已經在聖殿上升離開了 離開了這個聖殿 然後被摧毀 然後七十年被老 之後再回來 但是榮光沒有再一次的出現 值得到耶穌基督來 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獨身子的榮光 在那裡彰顯出來 而且他要將我們引進到一個光明的角度裡面 所以我們要看 你讀聖經的時候 你留意 馬可他要帶出來的一個重點 是什麼呢 他叫我們留心看 他叫我們留心的觀看 當時的人他們有看 他們看見 他們遠遠觀看 他留心的去看 我們要去看 看什麼呢 看這位神的兒子 他怎样来到完成这个救恩 怎样来到成就这个救恩 当时有些人远远的观看 这帮妇女在40节里面就提到 有些妇女远远的来到观看 在这里看见这件事情 其中提名的有梅达拉的玛利亚 有小阿哥和弱西的母亲玛利亚 好几个玛利亚的 接着有萨罗米 这帮妇女远远的来到看见 他们是目击的见证人 看见这位耶稣基督 怎样来到被钉十字架 今天你和我 我们要远远的去看 我们要拉近一点来看 远远的去看 远地的观看 好像我们去听一些故事 或者去 只是去研究一些事情 一些历史 一些历史的事实 我们很冷冰冰的 我们只是看一个客观的认知 我们只是在那边来到 大家可以辩驳的 历史的事情我们要看 但是不能够停留在这种 但是客观的 但是头脑上的这种的认识 魔鬼都知道有耶稣 魔鬼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魔鬼不去信他 魔鬼 只是有头脑上的认知 他的意志上 他的主观上 他不会去接受 我们从头一路去到心 这个距离 十四川那样 这个距离也是 我们人类最远的一距离 你怎样能够将我们 所知道的事实 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意志 来去接受 冷冰冰冰冰里面 约翰他说 你们要接待他 就是相信他的名 接待他就好像 有个朋友来到你家 拍门 你不能只站在门口 跟他聊天 你看到他是你的朋友 你打开门 请他进来 进到你家 斟茶 遮水 来跟他一起的 款款而谈的在那边 来聊天 来生活 我们要将耶稣基督 接待去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 单纯是远处来看 更加拉近来看 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意志 来去认识神 所以当我们讲到 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要明白 他的作者 就叫我们去看 去留心去看 我们真正的留心去看 本来是远处的 是拉近的 我们要读到 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 读到我们进入 当时的场景里面 好像这帮妇女 他一样在那时候 见到耶稣基督 怎样被钉 好像这个伯父像一样 听到耶稣基督 他发出来这个呼喊 就说 你真是神的乙子 读到我们的内心里面 使我们内心 产生一个回应 一个信心的回应 这个历史的事实 千真万确的事实 发生不仅是 2000年前的事实 同样今天 可以发生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 圣经就需要我们 有这样的回应 用我们的心来回应 所以我们说 在近寸来看的时候 这位耶稣基督 祂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人 祂是用祂的爱 用祂的牺牲 用祂捨己 来将在世上有仇恨的 无论我们个人内心的矛盾 夫妻之间的仇恨 或者是出现了的矛盾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的矛盾 能够是和解过来 用爱 来使我们之间能够伤和 各位我们低头做个祈祷 主要是我们感谢你 藉着福音书里面的讯息 给我们来到留心的看 看见你在历史里面的作为 看见你在不同的人身上的工作 更加看见你在我们 今天内心里面的工作 无论是我们自己个人 我们所面对的 肉体的罪 或者是我们个人在关系上 所出现的矛盾 或者是我们在人生里面 所面对种种的幽暗面 求主你帮助 给我们知道 你是诚言担当我们重担的主 给我们的一生能够是回到你面前 凭着信心来仰望你 你是我们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 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 好好的思想到耶稣基督你怎么样牺牲 怎样来摆上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帮助我们的动作 不咱们 请收到